作詞 字幕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交給你Boris 好,多謝特朗普,大家好 大家好 TASTA已經碰到在8月的時候調整的支持位 如果它不能夠填空這些空間反彈上去 而它繼續跌的話,它有機會去到7292 就是這個在6月的低位 Retrieve 也有很大的幅度 所以如果投資者根本不可能等到跌破 7292才會離場 因為如果真的等到過這位置的時候 都已經不見了十幾個百分比 但Russell 就慘了 Russell 一直以來都是在這個空間上 這個環環 就是最低的那條線的支持位 這個Russell 簡直是死的 就是說如果它這一次跌破就很嚴重了 Russell 跌破了 很嚴重 它6月的支持位 就是說它會跌破6月 它也會跌破8月和9月的支持位 那Russell 如果它一跌破 我相信全世界最有興趣賣空的 就會賣空這個Russell 我明白 因為Russell 最弱的指數 這麼久以來 幾個指數裡面最弱的指數 完全跟其他指數是跟不上的 如果它這一次跌破的話 這個會變成所有人賣空的對象 你的意思就是 其實 Russell 其實已經追不上市 完全追不上市 完全追不上市 歷代都是Russell 通常都有領先的作用 是嗎 Boys 因為如果牛市可以繼續的話 我就會很肯定 Russell 就是這裡 就要突破去上市 嗯嗯 但是如果它碰到這個阻力位 它是fail下來的話 那就不犧牲了 就是說 它的領先股票 根本不能夠大胸大市的市 沒錯 就是NASA是一樣的 你看到這個圖 我想很合理 為什麼呢 你現在講不講 它就是有六大銀行 和Trump put power put 那就是託市 其實就是頂住那個盜瓶師 不要讓它的指數倒下去 它最重要就是 那些大cap的stop不要跌 讓它一邊支撐著它的指數 因為它就是 Donald Trump和他的民望指數搞的 Russell 誰管得你這麼多 你Russell不會和他的民望搞 最重要就是Dow Jones S&P 所以這些是沒有人託市的 是自然的跌下去 所以這個才是反映 現在的經濟情況 根本是沒有人去吸納這些股票的 因為這些是比較封嚴 封嚴 封嚴 也都合理 因為現在是Risk Off的時間 怎麼會你長債升到 避險四寶 升到瘋了 所以現在有調整 但是現在都是跑贏了大市 你的股票就是在二萬六、二萬七那裡 發貨尋出 那些金、銀、Platinum、Platinum 全部都一直創造短期新高 加上長債、短債也好 幾乎都是破歷史新高 30年那個就破了 破了二 10年那個就碰到1.4幾了 雖然未到歷史新高 但是那些就有突破了 但是你這堆這樣的東西 始終都是人為因素地控制著它 現在都是 就是讓它不要倒下去 那你Russell沒有人托它 就倒下去 你Russell那些哪有人托你呢 是不是 你買了新創建 哪有人理會你呢 你買了新創建 沒有人買的 你都不是那個大CAP那裡 就是你施折環球 哪有人托 那就是倒下去 所以現在那個IPO市場都出現問題 就是有很多IPO 最近有些IPO上不到市 是的 那這些就是沒有資格 首先就是Risk Off 你知IPO其實是風險最高 其中一個最高的市場 加上你IPO 其實這個市場就是十分債益 你一出 就是未出 出 還有出之後的十多天 發上發了幾十% 現在那些人個個都不敢玩 是 是的 那你變了 就是全部是吻合了 就是現在是Risk Off 那樣就是 是 我們去回到最重要的那個圖 就是股票和債券圖 以前我不是跟你講過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timing model 股票和債券的ratio 到底它是怎樣走的 我不是講過的 它們從2009年到現在 這十年 它是follow這個channel 去走的 就是說股票 performance 好過債券 所以股市繼續升 所以它是follow這個channel 在八月的時候曾經跌破了一下 進來這條trend line 然後我們看到九月就反彈了 但是十月呢 我們又接近這條trend line的低位 嗯嗯嗯 就是說我們又去回到這個危危附的程度 就是 如果這個stock and bond ratio 跌破的話 那它就回來了十年的這個channel 那你又要畫一個圖 是吧 如果它跌破的話 就是說 大市會跟著這個ratio去改變 是的 就是說大市會開始向下去 當然會繼續outperform股票 就是叫大家不要再買股票了 就是那個ratio是向下的 是吧 是的 就是它的ratio就是這樣 開始產生向下的程度 是 現在就看能不能破壞到這條trend line 如果不能破壞到 你的channel就沒有用了 如果一破壞了就沒有用了 這個channel是吧 意思就是 是啊 所以這個channel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人託試 就是在這個channel這個位置 是啊 如果這個位置一破壞了 你就要重新畫過這條channel 有可能 你由 這個 剛才那個 你指上去 最高的點 最高 不是 再高 對 這裡畫一條線下去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重新這條線 這個channel就變成垃圾了 是 那時候就沒有用了 是 一步跌破了 十年channel就玩完了 玩完了 現在就重新又來過 重新洗牌 就開過那條channel 今次的channel大禍了 就向下 那 Bond就出現了 ストック就很厲害了 就是一直 是嗎 是的 有一個指標 就是這個 slow stochastic 這個是40個月的slow stochastic 剛剛是這個50線 所以我說 為什麼是股市銀魏庫呢 如果它是跌破的話 就像這些這樣跌破 是的 跌破 這個ratio就是正式的改變轉彎 就是這樣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其實很重要 你守不守得住就是這個位置 你偶 偶 偶破了下來的話 一跌破 一創低位的話 這個跌了下來 就是這些 是很重要的訊號來的 就是 如果Bond ratio 一跌破的話 大家知道股票不能玩 我其實 我都 講一句 這些類型的分析 Boris 是一些很專業的 很專業的圖表分析 我相信 譬如這班 Pension Fund 這些大型的基金 不要講小型的那些 那些不懂的 大型的那些 比如說美國 歐洲 或者 林邦儲備局 或者一些 中央銀行 那些分析師 都看著 都有分析這圖 一定他們開會有講這圖 它一定是力 就是如果他們有分析師 跟Boris那些分析師差不多的話 他們都想辦法力支持他 不太妨礙這個頻道 所以 是一個鬥爭來的 這個鬥爭就是 Boris 說了這個鬥爭 就不是我們小市民參與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去頂住 頂住 不讓他下 但是那些 那些 中央銀行 可能都會留意這圖 他們說 你再倒閉 那些債銀行 如果要出現那些債銀行 就會違反這個頻道 所以他們想辦法 要把債息 要抽高一點點 那些債銀行 要出現好一點 是吧 讓他們不要 這個頻道 所以他們 會做事的 他們不是這樣坐在那裡 那些中央銀行 那些分析師 就在那裡 看著 每一樣的指示器 我相信他們在那裡看 那如果這個圖 顯示一個這麼危險的情況 他們已經是一定會開會 又談 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 可能要做些事情 把債銀行的債銀行 抽高一點點 讓他們不要違反了這個頻道 當然這是其中一個圖表 但Boris給了很多的圖表 都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是吧 是呀 很多的圖表 都證明這個市場的危險 剛才你說的一件很好的 就是 到底他們會不會撐這個市場 是吧 是 如果他們撐這個市場 你就要看利益率 現在其實 就是利益率 開始出現問題 最近 你可能也聽過一家公司 叫Net Davids 他們有個Research 市場上很出名 很多基金公司都賣他們Research 他有個Global Scientist 就講到 就是 為什麼 repro market 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跟我們普通人的看法 完全是相反的 是 他就講到 就是說 自從2009年到現在 所有的其他外國的中央銀行 是減少了買美國債券 去到現在這些階段 基本上是很少人買美國債券 變成產生的問題 變成當你沒有人買美國債券的時候 即是說 你沒有資金 是給美國政府繼續 所以 造成 美國根本就是要靠 聯儲局 和 中央銀行 大家 拿印銀子 交些錢 給第二個美國部門 讓他有錢使用 是這樣的方式 維持美國的財政嗎 其實 你這樣說 其實就是 我畢竟所說 現在就是在玩大富翁 大富翁 是無限量印自己的錢出來 這個銀行當然是 沒有了錢的時候 我自己畫一些圖出來 就分給那幫 那幫玩家 大富翁最高是一千元 我唯有出了一萬元 再不行就出十萬元的錢 給了十萬元 你就可以玩過了 遊戲繼續 大富翁永遠可以不停 你玩成小 為什麼呢 你不停印銀子 你也可以不停建樓 但是去到尾 就是 負責了資產 你建了一間酒店 你用大富翁再建一間酒店 你現在說 你在尼敦道建兩間酒店 一間租金就升兩倍 因為你玩一下 就越玩越大 不會玩越來越小 銀碼越來越大 那時候 錢全部都會變大了 那時候不是 那個負責又來 所有東西不值錢 你可不可以拿這些錢出去 跟別人 第二間家人的家人做事 就不行 這是一個封閉式市場 所以錢就不值錢 說到尾 如果你有一塊金 就不同了 我有一塊金 就可以成他大富翁 我一塊金就買完了 我給你一塊金 你的鄰居 我給你一塊金 你買了你的大富翁 行不行 我想玩 行 他挺開心的 拿出這塊金 但是我給你這塊大富翁 行不行 他要不要他當然不要你 根本沒有價值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他自己欺騙自己 自己欺騙自己 最後呢 到最後呢 產生了一個 credit market 會有brack 我們看到現在 就是repro market 產生問題 實際上 很多的junk bond 最近是開始下降 是很厲害的 Pollis 你穩日 如果你有空 你弄一弄 一弄 Emerging market 現在的走勢 Bond 和他的股票走勢 看看有什麼情況 看看有沒有什麼 異常的舉動 有沒有可能 MSC Emerging market 有一個指標 其實我相信 到最後最重要的 都是要回到美月 是的